加入大附羅盤 籌碼動人 唯一官方帳號 只要一步驟輕鬆踏入股盤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支 籌碼動足先機 董達人掌握機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籌碼動人大戶熱玩的盤 喔 九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的開始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 祝大家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都可以操作順利 都可以賺大錢 雖然說這個盤 看起來好像不太強對不對 不太強 不管是大盤是歐利器 今天都是往下掉 而且呢 而且 都跌破月線 應該沒錯吧 就是歐利器今天也跌破月線 大家同學 其實我認為這個跌破月線歸因跌破月線 其實它這一波本來就漲很多 漲很多在高檔震盪也算正常 那如果說你就指數的部分 就指數部分的話 如果說你用大盤來講的話 它破月線嘛對不對 破月線其實它是往什麼 它就是往下一條經驗列車支撐 那下一條經驗列車支撐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你真的不用擔心太多 不用擔心太多啦 因為 你這個如果說你從目前來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1650這邊 應該它會稍微撐一下 因為 如果說你從這邊來看的話 從這邊來看 就是你的季線是往上揚的 然後這個地方它有跌沒錯 但是它跌的幅度 基本上是比較緩的 所以應該是在這邊 就是在季線這個地方重新集結 那重新集結 你在1650之前 同學你可以看 這邊基本上 外資跟投信 在之前 這邊其實都怎麼樣 卡蠻多的 所以如果說要維持一個多方格局的話 多方格局照理說季線不太會破 所以我們就先抓季線的地方做指紋 也就是說什麼 你扣掉這個禮拜的自然 就是這個月 應該是這個月 這個月的那個除息 這個月除息 你後面的自然增發 其實再跌 真的是沒有多少 主要是什麼 主要應該就是像今天這樣 就是每天震盪一下 可能小跌一點點 然後晃來晃去這樣 然後各股表現 所以你重點是什麼 還是在各股表現方面 因為就總金的部分 其實總金的部分還是一樣 它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月怎麼樣 這個月差不多7月26號 確定要升息一碼 確定升息一碼 但是你說7月升息一碼 再再來 會不會像聯準會一樣 講的那麼硬派 後面什麼連續升息 什麼之類的 沒有啊 你目前來看還是一樣 都一樣 好不好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 會不會後面 市場上忽然 就是再回過時來說 也許沒那麼恐怖 這個我們就後面再去觀察 不過如果說 你用短線來看個股的話 我個人認為其實短線個股 還是一樣 看你買到什麼樣的股票 看你的重點 股票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我們上禮拜 跟大家提到 華新光是德盛對不對 雜白還很強 但是我現在今天這個話題 為什麼 因為大漲後面就SOAK 很正常 同學很正常 我現在如果說 你是我的索馬學員的話 我現在裡面 我也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我上禮拜 跟大家交代過 我們已經怎麼樣 獲利把它出掉了 華新光 120幾出掉嘛 德盛也是一樣 接近80那邊 把它出掉嘛 對 就是這個我們都出完了 出完你震盪 出完震盪 震盪很正常 你整理完我再來嘛 就乖離那麼大 那抱著你 我相信你也會怕 你可能也抱不住嘛 對 那為什麼會震盪 我現在不會講 7月7號 就是那個啊 最後回補日嘛 所以那些回補在最高點 這個都 基本上都是算一個戲嘛 那回補到最高點再來呢 乖離那麼大 稍微休息一下啦 休息完之後 搞不好後面還有啦 搞不好 我現在那個索馬裡面 有交代很清楚啦 那反正這個 我們出完了婚禮了結沒有關係嘛 但是呢是 這個掉下來 我們有沒有新的 我現在有新的啊 不是嗎 你看這個 我現在你也知道這是誰了 這是什麼 國統嘛 現在天氣熱恨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很熱 台灣也許不缺水啦 因為前陣子下大雨嘛 對 前陣子雨非常大嘛 對 台灣水庫 只有南部好像一兩個水庫在缺水而已啦 其他的 像北部這邊的水庫 基本上都滿多 那個水位都滿高的啦 但是國外呢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法國缺水缺得很嚴重 也就是說這種水資源的部分啊 搞不好貴一陣子哦 不想說貴一陣子啦 新聞你還沒看到啦 但是呢 股票已經在創新高了啦 你看這個 那是我們跟大家提的嘛 對 買賣加速差嘛 華興光的邏輯也是買賣加速差 不然他又沒有法人 對 他有外資啦沒有投信啦 投信是上禮拜才跑來的 之前漲一大段投信都沒來 但是買賣加速差是不是常都負的 就是有大戶在裡面嘛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提這個 國廠的時候還沒創新高了 後來呢創新高嘛對不對 然後呢 席下嘛 帆爛的 大跌的時候 我還說 大跌的時候 我也繼續讓你有個小缺席 對 那你看今天 同學 他又創新高你知道嗎 今天最高是34.95了耶 他又創新高了 大家除非往上升 所以你說這個股票的強弱 跟籌碼沒關係 股票跟強弱怎麼會跟籌碼沒有關係啊 股票有人買就會漲啊 有人賣就會跌啊 這不是籌碼嗎 買跟賣就是籌碼的變化嘛 所以你說這股票有沒有買 看起來就有人買嘛 為什麼 不然創新高你要給他騙 就是有人買才會創新高嘛 雖然這樣這個就是實現 連時間都沒有破 時間沒有破的話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一樣拼多看嘛 反正就是天氣這麼熱 你看他天氣這麼熱他應該就有機會了 好不好 反正就是水資源的部分 然後再來這個資源 資源今天上禮拜有稍微洗一下 但是我相信籌碼沒有壞嘛 外資投信 基本上在買 他要是往上升嘛 今天怎麼樣 今天還漲9塊耶 可能在這邊吐一下啦 吐一下這個均線上來 修正管理搞不好還會漲 因為他在漲的理由是什麼 他漲的理由已經不是什麼什麼 什麼成熟製程啊 不是啦不是這個啦 是三星要做COAS 這法案券都在傳 找COAS 找資源合作 你說這消息真的假的 當然我這邊有寫個未經證實 這市場上有在傳 不過你看這個走法好像是真的 因為法人在買啊 那法人一直在買啊 不然你跟我講法人在買什麼東西 那法人在買的時候他覺得是真的嘛 對 明年是13到15嘛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部分看的話 現行現實是搶的 法人的部分看起來也是正向的 然後貿連 貿連當然車用的部分 最近稍微弱一點 不過你說有多弱 月線也沒破啊 月線是破的是不是啊 月線沒破啊 這種漲一段修正到月線 修正到月線 我認為修正到月線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啦 好不好 然後在蘋果的部分 蘋果你先留意什麼 蘋果當然是先留意盡頭 那不是 就先留意盡頭嘛 對我現在這個 市場還沒講的時候我就在講啊 應該沒錯吧 應該對吧 大家都沒在說蘋果 還有AI 我就跟你說你看低檔的蘋果 對不對三兆 那你要先看誰 奇怪就漲到三兆了 都沒有平概股在漲 不是沒有啦 是你要怎麼去看而已啦 好不好那我跟大家說 就看這三支嘛 大力光 預金光 先進光嘛 比較投機什麼 比較投機就是先進光 先進光最投機 投機一定投機有理由嘛 然後再怎麼樣 再來那個報紙開始出發 開始出報告了嘛 大力光帶著先進光怎麼樣 因為先進光有30% 基本上是大力光的啦 大力光是他的大股東啦 現在之前有私募 私募到時候公布出來 大力光如果又認的話 大力光更大股東 大力光的車用車載鏡頭 是在先進光 你知道嗎 大力光啊 大力光沒什麼車載啊 大力光有車載在先進光這裡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就大力光就做塑膠鏡頭嘛 就做那個手機的7P什麼8P的嘛 他的車用鏡頭 基本上在先進光這裡啦 南部那個廠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啦 完成了嘛 現在在什麼 供應商認證嘛 認證過的話這個開出產能 基本上是現在的產能的倍數的部分嘛 所以你說股票 怎麼股票莫名其妙在漲 不是莫名其妙在漲 股票從來不會莫名其妙在漲 漲一個你現在不知道的東西而已 好不好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對不對 先那個大力光外資開始調高平等的 你覺得他吃飽沒事看那邊調高平等 啊 兩千多的股票也不是散戶買的 散戶可能就看戲而已嘛 散戶頂多參與一下 預進光是先進光啊 誰比較投機 比較投機好像先進光 對不對 應該是先進光吧 今天就這樣子 同學我問你啦 你這個怕不怕 他今天創新高了呢 創新高 哇 大半 大半破月線就創新高 這根K棒你有沒有覺得 K棒很醜對不對 你看一下上禮拜四 是不是一模一樣的K棒 上禮拜四在K棒 結果禮拜五動一個上去 今天又上去了 這個 今天早上直接過前高了 這太神奇了 過前高這邊 前高如果洗一洗 洗一洗 到時候怎麼樣 到時候 到時候如果出一個利多 或是說什麼絲目 什麼什麼死人骨頭 這個利多跑出來 直接往歷史新高 對去挑戰 那怎麼辦 所以像這種怎麼樣 你說有點投機 對有點投機 怎麼射停損 十線跌破射停損 應該也沒錯吧 同學也不能說他投機 他的營收確實是什麼樣 如果說你拿前年跟去年比的話 營收都一樣 但是呢 前年沒賺錢 去年賺3塊多 怎麼獲利成長那麼多 就是大力光幫他調什麼 幫他調良率了嘛 所以公司的質是有改變的 有些新聞 你可以有時候 你可以自己過去看 我只能跟大家說 股票會漲 股票會表示強勢 他不會莫名其妙轉強 不會啦 就像那個華星光一樣 你覺得莫名其妙轉強 真的莫名其妙 後面你就知道他在長什麼東西 應該沒錯吧 反而跑進來買了到時候 新聞都會寫 就是先長 長一個你不知道的東西而已 所以像這種就怎麼樣 就是高檔症 你說這個部分 這是不是一定保證長什麼的 我不能跟你保證 但是我只能跟他說 像這種 像這種就是 他有什麼 他之前 他這種就會標的 像這種就是 如果說有人在的話 你十字線設定人就好了 就像這邊一樣 你收盤如果破十字線 比如說這一根比較明顯的破下去 你就把它出掉 就是你覺得這個線型已經壞掉了 十字線破的趕快走一走 走一走就不會動了 但是如果沒破的話 搞不好就跟華星光一樣 就差不多這樣子 很多股票有時候就是 那種操作方式都一樣 操作方式都一樣 反正就是他就跟大力光這邊 就是大力光這裡 就是大力光大股東 大力光大股東 大股東 他現在也是蘋果蛋 所以一樣 我認為你可以多留意 上禮拜我們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巨洋 稍微聊久一點對不對 巨洋 你拿來跟如虹比就好了 拿來跟如虹比 巨洋今天漲了一點 漲了對不對 同學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我從一開始講股票 講到現在只有一次跌的 就是什麼 就是茂蓮 茂蓮跌一塊錢 跌一塊錢 月前還沒破 只有茂蓮是跌的 其他什麼樣 其他股票都是漲的 你有沒有覺得很怪 大本來今天很好嗎 大本來今天太好吧 都是跌的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好股不受訓練指數啊 對 巨洋今天還310幾 最高310幾 收跑上307 308 307的樣子 也是往上衝 那往上衝的話 這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說的 你把巨洋 跟如虹來比 你有沒有發覺 他第一季比如虹還高 六月份的營收比如虹還高 成長性比如虹還好 見鬼了兩個差 如虹今天還在480幾 如虹今天有跌 480幾 他現在307 差180幾塊 會不會差太多啊 差太多的話 你光看法案這邊 法案也是看得很好啊 所以 看你買到什麼樣的股票而已 好不好 因為後面我認為 如虹跟巨 其實就像什麼 就像雙虹跟啟宏一樣 你有沒有發覺 今天這兩個好像 位置差得怎麼樣 兩個股價差點 啟宏差一點 就超過雙虹 應該沒錯吧 所以故事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大盤的部分 同學其實大盤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 大盤其實就是整理而已 整理來整理去 整理來整理去 一萬六分整理來整理去 但是整理來整理去 不是重點 重點是 就看你買到什麼樣的股票而已 就是你要 我認為還是一樣 去看強勢股 因為強勢股通常後面都會有一個 最後的故事都這樣 大盤清清談 各位片天 漲的都是這些 逆勢的 沒什麼跌的 每次都這樣 所以最近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那種會逆勢的 或是說他不太跌的 我說你要多看他幾眼 好不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其實它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的方法 結果我獲得呢 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當然喜歡我們喜歡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小鈴鐺 我們節目點喜歡的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覺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董籃掌 我記憲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制第015號